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 第二册 第三单元贵德 九 交由 161 孔子曰 居而得贤有 福之赤也 这条出自于件46 中论 这个赤这个字是指所在之处 孔子说 所居之处有贤德之人 唯有 这是福气之所在 居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们居住的地方 如果接近有贤德的人 以这个有贤德的人作为朋友 常常跟他交往 请教 那么我们自己的德行 也会不断的来提升 这是福气之所在 一个地方 有没有福气 就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之人 如果有贤德之人 这个地方是福地 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居住 去亲近贤德之人 那对我们的德行 修养 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了 所以福地啊 不是找一些有钱人住的地方 有名气啊 什么歌星啊 明星啊 他们住的地方 那个不是福地 必定啊 找有贤德之人 有贤德之人 他住的地方 从来不是很贵的 这种住宅区 就是很一般的 但是啊 那个是福地啊 如果你去选择很高贵的住宅区 什么别墅啦 那个地方也没有贤德之人 那个不是福地啊 那个对我们修养德行啊 没有帮助啊 如果住在这个豪宅的人 是没有德行的人 你搬到那边去住 跟那些人接触 那我们的德行啊 就一天一天的下降了 那个不是福地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福地呢 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的人 有没有善之死 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 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 李仁啊 孟母为什么要三千呢 就是为了亲近啊 贤德之人 孟母如果没有三千啊 那也培养不出孟子 这样啊 得圣贤出来 所谓啊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啊 你亲近什么样的人 他都会影响我们 所以这个我们 是要有所选择的 要找一个啊 有贤德之人住的地方 我们住在他附近 常常跟他请教 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丛满 阿弥陀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